锻造一把古武器能有多难 不就是先框框打铁再给刀片定型 手动刻画上一点细节再酸洗一遍 一把好剑不就诞生了吗 我已经学废了 你呢 回到节目开头 本期锻造大赛接走屏风 给大伙提供的锻造材料 居然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钻头 要求每位刀杖都要用盒装大码工艺 将这些钻头回收装罐 溶结成一整块钢坯 再用这块钢坯锻造出一把符合参数要求的小刀 手轮比赛只需要做出刀片 限时三小时 现在开始 贾瑟廷在挑选材料期间 友谊避开了高速钻头 因为这种钻头通常隔含量很高 搬接起来比较困难 而手提钻或是螺旋钻头都是不错的选择 迈克这边对钻头的了解不多 只能将材料切成小块 丢进锻炉烧热后 凭借吹火火的结果 来判定这种钢材是不是适合断刀 隔壁索依是厂商最年轻的选手 由于个人经验不足 他身上也有一些学院派的繁琐气息 通过火花测试来判断各种材料的优劣 才确定要选那种钢材断刀 虽然这两人的方法费了点劲 但还是比较保准的 而老本身为一个老将 对各种钻头材质也有一个基本了解 迅速选好钻头 将其切块后 就可以把它混合钢粉填充金属换 然后焊接封层 确保罐内不留一丝空气缝厚 再塞进炉子断烧 其他选手也陆续开始加热哥马 由于功力特殊 其加热周期也比较长 贾斯蒂为了保持炉内高温 还用隔热砖将通风口遮住一部分 这加速效果立竿见影 钢皮预热完毕后 他最先将鹤马放行微型冲床压实 一小时很快过去 老本的鹤马也断售完毕 进入塑形阶段后 他先用动力捶销打刀材 让钢皮迅速变形 虽然与人机搭配效率够高 但如果不小心的话 容易唤醒刀片的飞翔本能 这种情况一定要重视 否则就不是你驾驭刀 而是刀使唤你了 其余选手紧碎起后 也把刀片轮廓断打出来 索爷这边以手锤打铁为主 小老弟虽然年纪轻薪 但已经有了丰富的打铁经验 他特意在刀尖留了个折角 用来抓老铁站边缘 这样不管他怎么用力打铁 刀皮都不会到处乱窜 隔壁甲子听同样很有规划 他习惯先在图纸上确定好每一个细节 再一口气把刀片塑造成型 全程一顿操作 打出了刀就像他的胡子一样完美 不知不觉 比赛时间只剩一小时了 大伙完成了刀型 纷纷开始触摸刀片 给武器减轻重量 可老本的刀磨着磨着 居然出现了汗缝 这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呢 这是因为在研磨之前 他的刀片外层还包裹着一层金属罐残留物 将这一层磨掉后 内部的瑕疵才逐渐显现出来 这个问题会给刀片带来应力风险 为了品味的安危 老本必须尽快焊接修复这个问题 麦克竞贴摸刀时 觉得手感不错 顿时有点上头 一不小心居然把刀磨短了几厘米 为了回到节目组规定的参数区间 他只能重新架热刀片 再用锤子把刀片拉长 可就在二次塑形的时候 他居然又一个失误 把自己的刀片敲断了 速度几十慢 心情是十分崩坏 抬头看看时间 板工肯定来不及 只能焊接补救一下了 最后半小时 刀家们进入淬火之间 索耶先完成热处理 然而淬火之后的刀片出现了窍区 还要用研磨机打磨矫正一下 另外几位选手也相继完成淬火 准备去酸洗刀片 只剩下麦克这边还在焦头烂额 他才刚把断刀修好 必须先将焊接口打磨平折 才能开始热处理 最后几分钟里 他和时钟赛跑 也顾不上处理刀片的一流问题 就跟着大部队交出自己的刀片 实在是太紧张了 第一回合到此结束 下面的时间交给平微点评 首先看贾斯汀的刀 弯形笔直 轮廓规范 细节打磨也光滑无比 唯一缺点就是太重 索耶的刀也有重量问题 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刀身翘虚 如果想要继续经济 这两个问题必须好好处理 老本的刀形只可以 最大问题在于刀柄略长 这可能会影响刀具的手感与效果 其余方面表现完美 麦克的刀形设计原本也很不错 可惜由于转刀事故 他的刀片表面现在充满了汗风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只能一看出去 松佐麦克后 其他三位选手晋级第二回合 本轮比赛 他们要修复刀片遗留问题 然后用至少两种不同的木材 给刀片安装手柄 还要在刀把上装配两根钻头做的小丁 会回合限时两小时 比赛继续 贾斯汀的刀除了重 没有其他问题 所以他要磨刀减重 左页的刀不仅偏重 还有翘需要修复 刚好也可以通过研磨机 一次性解决两个问题 研磨是个慢热的过程 左页越磨越来劲 感觉快要燃起来了 低头一看 却发现裤腰带 真着火了 这一项尴尬得很 摄影大师也持续离开 给孩子保留一点颜面 老本这边的规划是 先缩短刀柄 再调整一下韧形 好让这把刀更适合应对强度测试 但不磨还好 这一磨刀上面居然又出裂缝 而且还出现在脆弱的刀片末端 这要是出了意外 肯定会得断个大的 比赛时间过半 贾斯汀磨完了刀 开始制作刀柄 他选了橡木盒独坛两种材料 用带菊机切割成合制大小 再把它们和刀根组装到一起 等胶水干透后 再安装断头削定加固 就可以准备收工 左页选择了斑木盒紫形木 给木材装好孔后 他发现和刀根上的孔位无法对齐 正好再找新材料重新装孔组装 还好之后的进展一切顺利 再把手柄打磨舒适 一把成品刀具就此成型 老本这边总算解决了脱层问题 也找来一块胡桃木开始窜口 由于两块饼材上下的孔位有偏差 他在固定销钉时遇到了一点阻力 比赛只剩半小时 老本一个急急如绿令 用锤子暴力敲打下去 意外瞬间发生 老本洗涤断到无限流体验 只能回到钻孔机重新开始反攻 最后几分钟里 他拼命提速 总算赶在刀具时结束前 完成了选部工作 三个人交出成品刀具 等待接下来的严苛测评 重新是大力稳的强度测试 剁煤砖 听得到完成度不错 就拿他先来挑战吧 不仅连没砖都能轻松砍断 刀刃也没有出现明显损伤 表现不错 接下来是索因 这刀柄打磨有些草率 不知道实际手感如何 不好意思 刚来就成了断刀担当 从断面可以看出 刀片内部有一条汗缝 缝隙藏得太深 也难怪索爷没有发现 由于这把刀断在第四下劈砍 接下来老本的刀只要挺过四次的重击 就可以过关 但是别忘了 他的刀也因为汗缝问题 重新汗结过两次 这下究竟谁能晋级 还真说不准 我们来看看老本的表现 刀片不负重望 成功存活 恭喜老本近期决赛 告别索爷之后 贾斯汀和老本进入最终会合 在这一轮比赛 两人要挑战复刻一把部落武器 不阿赞德剑 他起源于非洲中部的刚果 不只用于战场 也是祭典用品与个人地位的象征 建商的装饰越华丽 说明持有者的权威性越高 锻造期间 除了长度三双腐和要求以外 还要在靠近手柄的部分凿出孔洞 每人各有四天时间完成作业 期待各位的成果 老本回到自家工作车间 先画好刀片草图 然后找出80C12缸 花一天时间锻造出刀形 该给刀片砖孔时 他将这一块设计成了四个运动 最后热处理刀片 完成回火后 再拿出刻模机 再建得表面搞起了艺术 纯品效果十分不错 接下来组装剑柄的环境也很顺利 但正当他仔细欣赏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突然在刀片表面发现了一个裂痕 老本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正好乖乖抹到修博 发现裂痕并没有深入刀片太多以后 他这才放下心来 准备收工 再来看假刺厅这边 仗着车间设备高端 他毅然决定挑战高难 做堆叠大马式隔钢 将多层钢材端喊成超厚钢皮 用无所不能的动力吹 慢慢把它拉伸成刀片尺寸 然后在上面刻出平行纹路 重新加热后再把刻横压平 这样再做出的成品刀具 表面就会有阶梯纹路 最后的塑形阶段 他双锤旗下 完美复刻出 薄阿赞德剑的外形 再按照记号笔的标注 钻出镂空方块 接着按照计划 一步一步组装刀柄 磨完了刀以后 再测试一下刀具性能 就正式下班 回到节目现场 先来欣赏一下两把剑的外形 老本的剑由高钛和金刚打造 里跨木剑柄还刻出了防滑凹槽 个人风格浓透 贾瑟丁的剑采用大马是个钢工艺 钢皮刚好达到100层 表面有漂亮的阶梯纹路 两把剑外观各有特色 不知实际特性如何 首先进入杀戮测试 老本先准备 剑剑穿刺性能优秀 剑刃足够缝硬 真把剑重心向前 劈看时也有一定爆发力 表现不错 接下来轮到贾瑟丁 穿刺与杰戈 毫无障碍 虽然是大马是个钢剑 但整体重量更勤 狗哥很满意 上伤力不相上下 接着再来看看强度测试 老本再次准备 都认没有明显磨损 热处理做得不错 但是护手的打磨太有棱角 用起来有点疙瘦 最后来看看贾瑟丁的表演 刀片不仅攻破盾牌 不在话下 自身也没有出现任何结构问题 手柄舒适度也很不错 干得漂亮 最后来看看锋利度测试 老本先生 挂毯被丝滑切开 垂直出刀式 简直像热刀切奶油 这把剑的确十分锋利 最后是驾死亭 锋利度 无庸置疑 由于是一把枪剑 使用起来也很好控制 精准度不错 两人表现不像上下 输赢还很难说 接下来压力给到评委 经过密谋 大家还是择定淘汰老本 因为他的武器 护手棱角太多 手感略须一筹 而且整体重量手本不够灵活 那么在最后 我们恭喜假使灵活的本期锻刀大赛 冠军 这么期待 我们完成了 把筷子直接击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